番茄红满学名Eculops lycopersaceae 又称番茄红满是满亚科满类的一种 番茄番茄Eculops lycopersaceae是番茄植物的重要害虫 AMSE于1937年在澳洲首次描述 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常见 其基因组已被定序,长度仅32.5MB 番茄红满Eculops lycopersaceae 又称为番茄红满 1937年由澳洲的AMSE首次描述 属于番茄植物的重要害虫 其基因组已被定序,长度仅32.5MB 总之,Eculops lycopersaceae于1937年由AMSE在澳洲首次描述 番茄红满Eculops lycopersaceae 又称番茄红满是满亚科满类的一种 番茄番茄Eculops lycopersaceae是番茄植物的重要害虫 AMSE于1937年在澳洲首次描述 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常见 其基因组已被定序,长度仅32.5MB Eculops lycopersaceae常见于以下地点 1.澳大利亚 2.亚洲Eculops lycopersaceae的基因组大小约为32.5Mb MB番茄红满Eculops lycopersaceae 又称番茄红满,属于皮满亚科满类 是番茄植物的重要害虫 Eculops lycopersaceae的基因组大小为32.5Mb MB番茄红满Eculops lycopersaceae的基因组定序 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它提供了有关番茄植物这一重要害虫的生物学 和遗传学的宝贵资讯 番茄刺猬基因组的定序 使科学家能够更好地了解该物种的基因组成 这有助于制定更有效 更有针对性的害虫防治策略